这个把它烧,全部都塞塞塞,所以脑头基本上都记了一大堆东西 但是都不理解,全部都用背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慢慢一个一个慢慢理解了 懂了,这个我干嘛死背,这个我都懂了 然后后来刚开始,都会特别去背别人的写法 然后有个问题,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所以后来我发现,经过一段时间,我把它改写成我习惯的写法之后 感觉好像就简单多了,而且好像如释重负 因为我再也不用去管别人怎么写 你爱你写,怎么写,你怎么写 我写我自己的写法不就好了 感觉好像就轻松很多了 所以我也是建议你们 以后,常常容易说,老师是不是一定要到你这样 没有啦,最好你要自己找一个方法 你写的一定对的那个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那每一个人绝对不一样 OK,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左脑发达 有的人右脑发达 有的人右脑发达 男生怎么,左脑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 应该很少人有两个都发达 所以有的时候,理性的人想问题就是比较自私化 像直男,讲话就很直接 不经修饰 如果比较感性的人,他就会想要 比较融入感情 用感情来看待真是 那绝对会有问题 这个没有感情的 对就对,错就错 OK,好 那我们回到这边 第一个,加上变数 那这边的话就是 如果是True的话 那就是奇数 所以我用NSA 代表是奇数 这个不用了 这个我是刚刚加的 两个写法,你挑一个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行可以把它拿掉 那反之的话就是下面的一个 OK 按个TAB键 它的下一阶 所以这个是直行True 这个是直行False 那这边是B 那这边也是B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什么 奇数加总 我打奇数 然后比较奇数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再把它改成A 输出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应该是偶数 然后这边变数的话改成B 诶,这样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好,那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呢 你就是 再把它执行一下 然后 结果都OK 基数是250 偶数的话呢 少50 OK 所以啊 最后的话怎么写 我是觉得 你可以很直觉写 就是尽量直觉写 你一定要照我的方式去抄 这样的写法 以后你会发现 你会自己会觉得很直觉 而且不用背 很顺手就可以写出来 那以后你写程式 就会很愉快 真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基偶数的这个 这个 分别家长 稍微 把它 执行看看 另外的话 也顺便 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改成 快回圈 如果你不会 没关系啊 其实我讲过 TouchGVT 其实真的好用 因为你不会 你就把FOR回圈 有没有 像我刚刚的问题啊 如果问的时候 我会强调用FOR回圈 有没有 FOR回圈 而且你会发现 它还会跟你讲说 当然 我觉得它 这感觉好像在对话一样 以下是一个 只用它还跟你讲 FOR回圈 它还会特别 mark一下 前后单引号一下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关键词改成 File W-H-I-L-E 的话 然后呢 它就会 帮你改成 用File 来写 OK 好 所以这个 这个是TouchGVT 得到的结果 那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 可是一样是老问题 就是它前面一样 会多一个man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man的话 你可以把前后给 沾掉一下 好 那这个写完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要练习另外一个范例 这个 范例的话是九九成法表 那当然呢 我会希望说 嗯 写出来 这个不过九成法表难度 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你们看一下 那个 我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如果要跑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九成法表 那应该怎么写 那它的规则是这样 前面的话 如果以那个 这个数学的角度 因为这个小学数学有教 这前面那个叫被乘数 后面那个叫乘数 那最后面那个结果是乘积 OK 比较调整 不然我说真的 其实我还是特别Google了一下 看维基百科 真的也 这个 听说好像那个小学就有教过 但应该没有人会记得什么乘数被乘数 前面是被乘数 后面是乘数 然后最后是乘积 然后最后是乘积 那我希望得到的结果是 像这样子 好 然后前面被乘数 它是等于就有点像列 横向是列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一直到第九列 那后面的这个 乘数的话 乘数的话就是123 4 一直到9 诶 然后 最后把两个像 中间的话呢 就多一个 诶 那个什么 不是空白哦 是 TAB TAB的话 还记得吧 TAB的话是一个拖一字圆 在第二个单元里面 这边有拖一字圆 如果你要输出TAB的话 这边有个叫反斜线T 如果你要输出这个TAB的话 就是在中间夹一个字圆 它是一个文字哦 它是一个特殊符号 所以我们另外独立出来 如果你要输出的是一个 这个TAB符号的话 那就用反斜线T 那这个地方陈日该如何写 你想说 哇 有点难耶 所以以这个来看 一般 这边因为会有 总共九列 然后呢 九列九燃 所以理论上 以这种比较复杂的 这有点像二维 二维的这种 这个正列的话 通常会分两次写 第一次的话呢 先写 横向一列 所以哦 你如果可以做出什么 一到九的叙述的话 先做这个 其次的话再往下做 你不要 当然你如果有本事一次做完 那OK 可是如果你没有本事的话 你可以分两次做 那这一题的话 因为需要 跑九列九燃 有九个列九个燃 所以需要两个变数 两个回圈 OK 所以两个回圈 这难度比较高 刚刚是只有一个回圈 这叫两个回圈 那以那个Excel来看 Excel就长这样 Excel的话就是有燃有列 所以其实这一题 跟类似像Excel的示范表 还蛮有关联系的 也类似表格 表格的话 一样也是燃跟列的概念 所以这个可以衍生 如果你这一题学的好了 以后你要去存取那个 表格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应该会比较简单 OK 所以请各位先大概想想看 那再来你也可以 chargept问他一下 后来我发现问他一下 请帮我写一个python程式 那内容一样用后回圈 输出九九成码表 那我本来也是 也是要想要解释 什么叫九九成码表 可是后来我发现好像我多虑了 我直接这样跟他讲 他程式就写出来了 写的方法好像 跟五行差不多 几乎一模一样 没有太大的差别 OK 所以 而且其实说真的 程式不多 程式其实就是总共 total的话 其实以那个 下GPT里面看到的 其实就是 有五行程式 你说有这么厉害吗 你把这一段 复制一下 然后贴过来看看 刚才我有写法 可以贴一下 然后记得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是放在 那个 一个 函数里面 所以记得贴上 我是避开头尾 我就不要 摳 那个头尾 然后把它按 shift 加 tab 弄一下 你可以看到 它弄出来的结果 就是一个 九成码表 有问题 它那个九成码表 有点怪怪的 它变成是这样子 一一个 二一个 三一个 四一个 乍看之下 也应该是对的 可是好像 它不完全 是要 我们想要的那样的结果 所以可能 即便有出现 可是还是要自己改一下 至于怎么改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 好